旁邊吳文苑現在在荔枝國收押所來 他委託我跟主席說一聲對不起 不過他說他不怕 他預料了有這樣的代價 得罪權貴 現在我繼續得罪權貴 第一樣就是整不過撥款是什麼呢? 用成語說是黑州求劍 即是文雅一點 其實就是怎樣呢? 將社會服務或社會福利定了刑 2011年到現在不檢討 訪案都17年 當日提倡整不過撥款 是在做民間代表的羅志剛 今天屁股已經轉了,腦袋也轉了 是不是? 林鄭月娥當日就是社會福利署的署長 去推銷這些東西 什麼叫做黑州求劍呢? 就是政府將它要對香港市民負責提供社會服務 以及社會福利的責任 外判給那些社福機構 而且還有一樣 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不可以改 就像黑州求劍一樣 就是掉了一把劍在那裡 在船上弄個mark 就想找一把劍 很簡單 政府可以外判 但不可以外判它的責任 這麼多年以來 肥相收下 給了錢那些社福機構 自己加自己的薪資 出花行小金庫 不是用在真正服務的用家對象那裡 政府有沒有檢討 你們裝修的時候 政府 會不會自己不去看那些裝修師傅做的事是對不對 給了錢算數 是不會的 你有機會嗎? 第二 就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那些機構想擴大跟著社會的需要 以及我們的文明程度 擴大他們的服務範圍 或者去做好一點 不行 因為沒有錢 這是離譜的 第三 就是我們這些社福機構自把自為 通常做一些有錢賺的事 令到窮人去到 由政府公帑資助的社福機構 得不到必須的服務 而是 社福機構淪為一個賺錢的 是為了 他們的 管理層 去謀取最多的花紅 加自己的薪資 下面就減薪 政府這樣做 是非常之不仁不義 林鄭月娥和羅志剛 必須為當年強推 整不覺撥款 否復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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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天下 向老人家叩頭 向病患者叩頭 為了那些進不了院那些 等死了那些 叩頭 赤罪